日十公尺高的大樹 從台灣地理中心碑園區施工處 往外倒塌 不只壓迫鐵皮圍籬 正在沈運的三男一女 眼看樹木横降 全來不及閃 不能過了 只想像東哥一樣 對啦 對就壓到四個 這樣嗎 對 龐然大物垮下來 三人被壓在樹下動彈不得 哀嚎聲不斷 中心碑消防分隊貨爆 出動救人 騎下山而已 就不適合 就躺著我們就啪著都落下 然後我們四個都落下 一位七十五歲的男性 他的傷勢主要在頭頸幹跟腳 合併有多處的骨折 包括胸骨 腰椎跟大腿骨骨 停放路旁的機車也遭壓垮 車身與坐墊分離 現場一片狼藉 樹島佔據整條知安路 一度影響汽機車通行 封閉中的台灣地理中心碑 是埔里知名地標 目前用日管處進行環境 改善營造與興建旅遊服務站等設施 工具這邊 一整天都在下雨 入住倒傘 跟那個下雨 造成土壤的一個軟化可能 也有一些相關這樣 會要求廠商負責所有的 醫療的所有的費用這樣 疑似土質鬆軟加上施工挖掘 導致事故發生 兩重傷兩輕傷意外 三零星吳郭宇 南陀坡